现在真的全球越来越怕 我们公共所带来的冲击 油价有点恐怖 但我们录影过程当中的油价 竟然快要灌破 70每桶70美元的大关卡 现在大跌4.78% 平盘现在这儿 跳空大跌震荡杀低 杀到今天的最低点 到底为什么 请看标题 因为实在太等性了 但现在欧巴孔引发更多的防疫措施 封城 锁国等等 油价重挫超过4%以上 70块 守不守得住呢 当然你会问 那国际股市也是一样吗 确实的 一开始预谈了 预谈请上来 预谈不就帮大家吹了吗 好多的欧洲股市下欧巴孔失控 所以锁国 封城都来了 英国 法国这些等 所以你看德国股市 法国股市 全部都大跌 法国股市现在大跌2.28% 德国股市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股市 拿证据 法国股市已经破1了 预谈说最好不要破1 就是败分败 他破了呀 还有上礼拜还记得前线的预警吗 在台积电除完息之后 最好不要见到 外资又把台积电借券给借出来 最好不要蓝色棒子又长得这么高 我说最好不要 还真的给你要了 外资借了这么多的台积电出来借券 所以借出来的股票 如果真的会卖 这可是潜在卖压 怎么办呢 只要靠我们的观股楼 你看八大观股行库正在买发 因此这么多的讯号 夜盘颇难看的 富项讯号为主 来到今天的最低点麻烦您 好刚刚谈到 其实从借券金额来看 我觉得外资的一个操作 展开比较保守型的策略 尤其普扣约值跌破1了 对 好那这个期货 有没有时空站在里面 绝对有 只是说比较难去判断说 比重是多少 如果以大方向 当然我之前谈到 当然三万口是一个 比较负向的一个水位 不过这里面绝对有 就是看空的外资 在里面去做一些操作 我问你刚刚那个借券 会不会因为之前您也讲过了 剩下两个礼拜 大概要放假都放假去了 所以这个会不会是 还留在我们国内 在台湾的钱 这些的外资 能借的就拿去借券了 券就是股票 把股票借出来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还在这儿 不放假去的这些的外资 他现在是看坏的 但毕竟钱在 留在台湾 你一定要买股吗 你可以借券 你可以买进都可以 就是看外资自己的一个形态 买股票怕风险 怕大跌 我干脆借券 把钱留在这儿 还可以避嫌 然后如果中错 我卖了还可以赚钱 对没有错 所以它是潮取 比较保守的一个策略 那我问您现在的夜盘 因为欧洲股市也大跌了 没错 那原则上其实 形态上是比较弱 因为今天就是收了 一个算实体的一个黑K 那今天夜盘的部分 并没有反弹 但是就像我讲的 刚刚讲到德国 这些欧股都跌2%之多了 我们现在德国股市看K 你知道德国股市 比美股来的弱 游标跑一下 我让大家知道 它破了什么线 这一点是半年线 半年线破了 季线生命线也破了 月线全破了 所以月季半年线全破了 然后现在是回到年线 超过年线 现在回到年线 对对对 现在开盘了 年线是跳空往下中错破了 但是台股我们看一下台股的位置 其实我们看这些台股的年线 在这在这 在这 16656 16656 我们会破到这样吗 我是觉得不会 所以就是我一开始上半段谈到的 台股就是特别的强 不管在雅谷 甚至在国际股市里面 可是特别的强就怕补跌 如果要补跌的话 是应该是早就要补跌了 我的观点是这样 因为一大堆在说补跌 但这个地方其实就告诉说 我们原则上跟美股的联动性 我觉得是蛮高的 明天过后的空单 您所谓的时空单 一涌入的话 扩增到多少 整个情势比较弱 我觉得就是如果时空单涌入的话 整个水位会到3万口以上 3万了 对对对 所以3万口以上 大家就要谨慎为之 没有错 Poco Ratio值 如果一一老回不去 又在90或89时附近 那还是要保守 保守 所以讯号感谢于党都追了 行情现在确实修正压力是变大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外资也在吹我们一两脚了 外资的卖 如果现在要找到 外资投进同买的不多 今天的好少 只有两档 分别是群创跟台相 反而对做的就蛮多的 对做呢 福茂 金城银行 润泰权 中钢 元大金控 南法 中鸿 连强 玉民 跟国产 我请玉堂帮我追 威建 大成钢 跟台相 台相是同买的 从威建 威建是什么公司 先讲讲 他只要做这个晶片通路 好像是MD的晶片 就是由他去做一个销售 那今天技术面是蛮强的 做一个突破性的一个红棒 跟大凡 渐量不同 那原理上有没有特殊的利多 目前还没有特别的消息 不过原理上就技术面来看 他今天能够这样表态的话 代表多头企图心很强 突然间的出量 对 而且外资很罕见买这种股票 对对对 不过他刚好快接近前高 33块了 我会建议投资人 就是说 不必太急着去追 除非他能够顺利突破的话 再去考虑 大成钢 大成钢主要在美国做这个钢铁的通路商 那目前来讲 我觉得他还是处在一个 界定还是整理的格局 因为第一个 你看这个半年线的一个部分 反压 对反压还没有正式做约过 量虽然有增 但并不是说特别的明显 所以我会建议说 能够顺利站上的话 暂行去观察 是不是他有一个 比较强的一个续航力 半年线的反压是48.8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玉堂会说 他不是长起来吗 玉堂说他也是整理格局 玉堂教过 专家教的这个钓铁技巧 你要编学哦 看好了清掉哦 你看1234567 七天的跌 他花了1234567 好大概呢 两个月 两个月哦 都还长不过 七天跌的起跌点 所以呢这代表 多往上是偏弱的 空是偏强 没错吧 没错 好第三档是台象 好台象主要橡胶 这个轮胎的一个部分 接掌停摆 对因为可能有来自于说 他的这个海外厂的部分 有一些转单的一些效应 那看起来真的形态是非常强 那我会建议说 因为刚刚谈到嘛 外资也在买方 那这样子的个股 我会建议如果有拉回到 接近五日均线 大约37块2 这个地方你可以考虑 做一些部分的承接 因此呢 如果像这一类 就比较像您刚刚讲的 像避风港股 对对对 有这个味道 因为均线都多头排列了 对 而且是往上做发散 好玉堂非常感谢您 谢谢了 来结论了 第一个重点 没想到外资今天的 期货空单 真的有一部分 是实空单 佐证来自于外资的借券 台积电除完息之后 前面还了很多的台积电 除完息之后呢 现在又把台积电 给大大的借出来了 这是20号借券 今天喔 借券台积电的金额 所以你把台积电借出来 券就是股票 当然你会说 也没有真的卖出去嘛 但是借出来 可就是潜在卖压 如果不怕一万怕万一 如果台积电被打下来 像今天不就被打下来了吗 那他卖出台积电 他可是赚钱的咯 在这个压力颇大的 因此夜盘 玉堂有讲 这一条的颈线 现在是破掉 夜盘是破掉喔 因此盯着这些 17400 17300 重要关卡看 如果依旧破掉 修正压力会变得更加沉重 明天过后 如果空单来到了三万口以上 请小心 那么指标股呢 刚刚预堂帮大家追了 威健 威健是半导体通路喔 乍汉底形有出来 但提醒大家 前面的33块钱 是一个重要的反压 除非越过去了 因为这种股票 外资很罕见的 正在买方 大成钢 大成钢本以为 因为外资今天也逐漠了 本以为它应该有机会的 走出上升轨道 可是现在半年线 也是压着的 各况我们刚刚有交 7天的跌 花了将近一个半月 两个月的时间 还没有涨回到了 它的起跌点 行情就比较像是整理盘 那么台下就不用怀疑了 台下现在 一均线多头排列 第二个 有些均线出现了黄金交叉 这个短线均线 由下往上穿越过 有量再往上 因此这个多头排列 如果多单 有的话 那就续报 今天逆向攻到了涨停板 但是不追高了 因为今天是涨停板了 以上的结论 玉堂正确吗 没有错 感谢您了 接下来我们要追更多的热门股了 今天量有点缩下来 但热门股真的不好抓 再跟您讲 从量大的热门股当中 来居民请上来 不外乎两大特色 一个就是 华尔街的最爱已经转换了 感谢这个居民帮大家听到这一点 因为今天廷告就说了 罗素2000 如果你再没有感受到 那个丑马乱的害怕 看图了 你看这个 这一条红色的是际线 这个是半年线 这个是年线 所以你看际线 半年线跟年线 出现了死亡交叉 朱小型股 出现大头部的死亡交叉 怎么对呢 所以看一下那些股票了 这我们帮大家抓 如果华尔街最爱已经转换 你怎么能够不跟着换呢 再来趋势 成绩趋势不改变 可是呢 都已经一直供那些标的 有些该换了 转移到其他的投资重心 这两大特色 是今天的量大热门股集中的 包括了像志源 创委 还有技嘉 群创台办跟民基財 这是这一类 这个是这一类 麻烦你 这个我们先来提一下 这个华尔街 他目前投资人的一个方向 有点改变 那这个是一家研究机构 叫Venda Research 那他主要是研究了 九千家个股 还有包括ETF的资金流向 那他发现一件事情 从十一月份 十一月底以后 投资人的这个操作的方向改变了 原来呢 他最主要的 就投资人最喜欢是FAMG 尖牙骨 尖牙骨 后来呢 现在改成了 就是过去这一个月改成TAN 这是什么 对 那唯一不变的就是Apple Apple是散户唯一不变的爱 这个有不变的爱非常的难得 因为最近的这个消息面非常的混乱 所以 必然全老婆就要从一而终 对对对 千万有些是不可以做的 那FAMG我们知道的尖牙骨 这大家都知道 就是Facebook Apple亚马逊 跟Microsoft跟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那Apple没有变 可是呢 现在的投资人把资金转到TAN 就是特斯拉 T就是特斯拉 A就是Apple Apple就是唯一的爱 唯一的爱 那另外AMD跟NVIDIA 所以这是超微跟輝达 对 所以从这个方向上 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差在哪里 像这个Facebook是社交平台 那亚马逊是电商 那微软跟这个Google 基本上来讲都是跟网路有关 所以软体电商被踢掉了 对 从网路股转到了IC股 对耶 你看 这个都是半导体股 对 没错 那如果这样子我也认同 观众朋友 半导体是往先进制成 他至少比较有基本面hold住 所以他转向那个比较业绩 有把握的有机之谈 对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出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这个Facebook 他不是要做元宇宙吗 要做元宇宙 你要有晶片 所以呢 在做元宇宙之前 晶片股一定会先好嘛 讲得真好 所以这个第一个 反正我卖军火的总比这个打仗的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AMD跟NVIDIA 就是资金流向的一个方向 所以没晶片 没宇宙 先有晶片才有宇宙 当然买晶片 没错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反映在股价的表现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费城半导体指数 这个表现的比NASA的指数来得强 没错 我们看一下费败 刚刚有讲 我们看季线 季线在下面这边 对对对 这一条是季线 废半是这样 NASA是跌破季线 对没错 所以可以从这个资金流向 也可以反映出在整个股市的表现身上 所以美国投资现在是卖掉涨多的科技类股 对 比如说像这一些 但是转进比较有基本面业绩好的半导体股 比如说这些 对或者是说同样产业优先受贿的 太好了 对这是一个转向的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产业的趋势没有改变 但是重心做移转 比如说电动车的趋势没有改变 但是他可能就不太想买电动车 不像买电动车这类的股票 就制造电动车的个股 比如说特斯拉今年涨了32% 但是相关的电动车这个零组件的供应链 反而涨更多 对嘛 因为没电池就没电动车 就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没半导体就没有宇宙 没有电池就没有电动车 对 这个观念真好 没错 这个就是趋势不变 但重心移转 比如说特斯拉的上游供应链 铃电池是这个宁德时代供应的 宁德时代一个铃的供应链 就是澳洲的一家厂商 叫Peerbara 他今年以来总共涨了216% 就是大幅的领先特斯拉 我有办法看到这涨标的吗 应该可以 来马上看一下 哇 对你看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涨了两倍多 你说他是哪里的公司 澳洲 他是这个铃矿 我跟您报告 因为欧米国的关系 很多的国际股市都大跌 澳洲的这一档竟然可以涨成这样 对 所以你看 那等于他是做铃矿的生产厂商 电动车的上游 也必备原料 对没错 那另外的铃电池的正级材料 倒是观察一下这个利丰 这个是韩国的公司 今年大概是涨了一百九十个percent 而且居民交过了 铃电池的正级材料 毛利率超过了五成以上 那我们看一下这档标的好不好 韩国股市利丰 利丰 对你看前面大概是不到四万块嘛 已经涨了二十五万 那当然是最近做拉回 大概在二十万附近 吓死人了 我们来个对比 我们看一下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最近是中错的 韩国是做投的 对 结果利丰来看 他果真又利又丰了 利丰股价是创新高的 没错 OK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投资已经开始 从这个网路转到半导体 第二个部分来讲 同样的产业呢 也做一些移转 好 所以我们来看哪些的标的 今天热门股 那从这个晶片股来看的话 当然这个是属于高速运算晶片 像包括AMD跟NVIDIA 那国内相关的话 第一档是这个智源 智源的话 成熟制程是跟联电合作 那主要是做这个ASIC 特殊应用晶片 那供5G跟这个高速运算晶片 那高阶制程是跟三星合作 他是做这个AI运算的ASIC 那原则上来讲 他目前的走势非常强 那当然今天也是受到大盘影响 做震荡拉回 五日线不破的话 基本上来讲多单的部分 是可以做个续报 智源马上看一下 你看这波是创新高 非常的强 大盘跌一百多点 周线都没破 对所以短线上来讲 就留意一下周线 只要没有跌破 我想多单都可以做个续报 第二档创围 创围是属于高速传输 因为既然高速运算之后 就需要高速传输 那他算是在这个USB4的 这个控制IC 明年会量产 而且他通吃苹果跟飞瓶阵营 那短线上来讲 因为他的乖离率没有像这个智源那么大 所以他以10天线当作观察 没有破的话可以做续报 创围来K 也是一样 这个突破上去了 那我们就特别观察一下10天线 10天线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来讲 他有点像是高档的一个收链三角突破 现在做回撤 那就观察一下10天线 能不能守稳 守稳的话 这个后面还有继续往上创的一个机会 对 收链三小型突破 往往就是表态了 在第三档第三档是技嘉 那技嘉的话 他基本上主要是做主机板 还有包括这个Notebook 那AMD跟NVIDIA的晶片出来以后 他大概有各款的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会做 而且他有跨入伺服器 那这也跟这个未来需求有关 那也是一样 他的突破之后 10天移动平线 如果没有跌破 是可以做一个续报的动作 一样看10日平均成本线 对 那他现在是一样 他原来是一个类似整理的一个平台 那做一个突破 那当然短线上因为大盘也不太好 所以他有点震荡 那只要拉回这条 这个10天移动线没有跌破的话 我想这个手上有这样个股 都可以做续报的动作 回到上一页 我确认一件事情 所以罗 华尔街现在他们的最爱 从金牙谷移到了半导体 他们的出托电商网路 所以台股的投资方向 也要跟着转移 不要再追电商或网路 要转向半导体 没错吧 没错 好 居民谢谢您请回座 那么不是只有追电动车 该转移到了电池或正级材料吗 第二个还有这个三档标的 会让居民继续追 那么大盘了 台股今天给了这张的图 上升趋势线 哎呀 我看到了 可是糟糕 好像有点点快要濒临 上升趋势线 那如果打到这 破还是不破呢 台股不知道 现在居民还有没有信心 因为量是不足够的 KD MACD都是扣分的 马上回来